这两天,我国的天气形势,可以说是南方颠倒,北方暖意融融,南方阴冷潮湿,3月8日这天,从全国最高气温分布图上看。 我国南方的长江中下游,乃至华南等地的最高气温,已经明显不抵北方的华北东北。南北气温几乎颠倒,比如辽宁沈阳。3月8日最高气温达14.3度。而广西南宁同一天,最高气温仅有12度。同时广西还是雨水,稀稀利利的阴雨天。辽宁则是晴天。白天的体感温度辽宁,真的比广西暖和。 除了广西,湖南贵州江西,福建等省份的情况,也是如此。今天白天的感受,还真没有北方暖和。南方这雨暂时,还没有要消停的意思。从今天开始,随着南之潮波动的东转。南方水气的,再度加强。我国南方的阴雨,还要再度加强。中央气象台预计。 3月8日至9日,我国南方大范围,强降雨再度展开。广西东部,广东中北部,湖南南部,江西南部,福建中南部,和台湾中北部,还要出现大范围的中道大雨。 广东福建交界一带,更是可能出现,24小时降水量,达到100毫米的大暴雨。如此大范围的暴雨上线。 中央气象台,也再度发布了,暴雨蓝色预警。从未来几天的,天气情况看。这一次雨水的加强,可能只是南方强降雨的最后一波。 按照预报,我国南方的降雨,在3月9日以后,再度减弱。并且在3月10日以后,明显收缩难退。 我国南方,将迎来大范围的无雨区。连阴雨顽固的,湖南江西广西广东,都可能要彻底雨停。 超级计算机数值预报,则带来了更好的消息。我国南方的雨,不仅要悉数减弱。 云量更是,将大幅减少,比如3月12日。云量预报,显示我国南方,大部江完全没有云。 仅有贵州一带和东南沿海,有一点阴天,和雨水天气。但总的来说,华南江南,和长江流域多地,基本都完全放晴了。 这也是3月以来,晴天最彻底的一次。比如这段时间,饱受阴雨困扰的华南。 降水分析,指出在10日以后,将迎来雨水暂停期。比如3月8日,阴雨又湿冷的广西南宁。 在3月10日以后,雨水将暂时消失。取而代之的是晴天和升温。3月11至12日最高气温,更是可以升到22至24度。 这两天这种,比北方城市还要冷的状态,要扭转了。虽然雨水即将减弱,晴天和阳光即将登场。 但南方此次强降雨的最后一搏,可能也会使得我国华南的广东广西两省提前开启前讯期。